OK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然后的话我们看完第一场环宫之后的话 我给兄弟们解说我们的环宫第二把 也是我们环宫首秀人员的第二把 首秀第一把开门黑 第二把选到了我们全服巡回都办 好吧 选到了我们的宣狗 我问你吗 OK 哎呦啊 这把我们的宣哥是拿到了一个 这得叫宣哥了 好了 我们宣哥的话 出乎意料的拿到了我们的一个风气艺术啊 而且是在没有变卡的一个情况下 我跟你说 那这一把兄弟们说什么 我们阿萱这边的话 这一把PK百分百能赢 我跟你说拿到风气艺术 只要对面不是魔翻寸都能赢 好吧 对面的话也不是魔翻寸 垫一个宝宝没有关系 OK 阿萱这边的话 直接出宝宝也不急 我跟你说 阿萱这边的话有艺术非常好打呀 起一个灵神吧 哥 先把灵神给起一下 起流云爵 哎呀 阿萱这边的话有套路啊 肯定是有戴神木面具啊 就没有艺术的话 我进去再变卡 有艺术的话 就不用再变卡了 就不用再变卡了 就所以说的话 也可以变现的提升自己的一个看性 走分身 不要急 大哥 选哥稳住 好吧 起一个灵神 起灵神啊 大哥 给宝宝顶要 起灵神啊 要封得准啊 起灵神啊 起关辉 起灵神啊 大哥 对面要分身要出来了 下回起灵神 下回对面出来了 哥 起灵神啊 灵神 哎呦 灵神宝宝 哎呦 没关系 没关系 按我们宣哥的节奏打 打PK 无所谓的 对面分身 对面封 对吧 对面在搏 关在翻 OK 先封落魄 起灵神了 起灵神对面不分身了嘛 你先封落魄再灵神不行吗 这边出宝宝 有灵源 关在翻看性可以 宝宝打不太动 对吧 直接加灵源 对吧 给宝宝加笛子 要亲对面的宝宝不磨叽 对面的话 摇灵丹 可以舒服 OK 对面的话 分身回来了 不要急 加野兽 稳得住啊 下一回合 他不出宝宝就给他 对吧 来一把催眠 落魄 我催 可以 宝宝新宝宝 有野兽 拍的也是一把痛 2600一刀 可以 直接给宝宝甩无魂 给宝宝加关辉 也可以 稳得住啊 阿萱这边的话 也是挺稳啊 兄弟们 打法很稳健啊 不欢不满啊 一刀 阿萱啊 可以 应该对面宝宝有笛子 碰 宝宝有神用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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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头 宝宝出的快 碰 阿萱啊 对面 两回合 丢 发文甲 这边的话可以 呃 也别急 宣哥你别急 别换宝宝 你换宝宝 我怕你顶不住 先把对面宝宝清完 再说 对不对 风落魄 宣哥 风吹眠 因为关键犯宝宝有状态 有野兽有关锐啊 宝宝打宝 我怕肯定是不虚对面啊 我家的一个亲眼干他 对面宝宝是没有状态的 关键犯宝有有状态 所以说的话 关键犯也不虚对面 对面地神先行直接解掉 地神先行直接解掉的话 关键犯对面要 可能会封 可能会分身 宣哥选择 残行 顶着地神先行 把对面吹进去 牛皮 好吧 牛皮 姚姚名单 请您神 宝宝新宝宝 阿轩这把比赛确实打得好 OK 我们对面的话 没有灵源了 哎呦 无凝刃不翻寸 兄弟们 真的 第一次看 阿轩打BK这么舒服 来一刀 一刀情终欲 过去就是一刀 咕咕咕 这个主播的话 砰 三二 宣布 这个主播的话 来雪山的话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好吧 主播生涯的话 已经到尽头了 就第一次看 我们宣 宣哥的比赛 就这么顺畅 牛皮 下一期比赛 我们再见 小弟们